按空白結束,再按空白開始 再畫一個輔助線過來 接下來我就可以 用什麼方式呢? 切切切的方式 相切相切 切哪裡?這邊一定會有切邊 切這邊,切這邊有沒有一個圓 再按右鍵,相切 相切相切 一定會跟這個切 然後也會跟這個邊切 一定會跟這個邊切 在右鍵重複 他一定會切這裡,也會跟他切 也會跟這條線切 這樣就好了 好了以後的話呢,那另外其實也都一樣 只是說如果你要一直切 你還有總共有 這邊還有這麼多個 六個、七個 很花時間 最快的方式用什麼呢? 環形正列就好了 因為你以這個為中心 這三個再賺一次 不就是環形的嗎?對不對? 所以接下來就是用環形正列 物件的話你就把這三個圓 所以用什麼呢? 用窗選的方式 實現的喔 選這三個就好了 按空白鍵 接下來的話呢 中心點就選這個焦點 有沒有?點下去 然後呢幾個呢? 三個嘛 一、二、三 所以按確定 就好了 那最後還差一個圓 對不對? 所以呢,你就圓 中心點在這裡 對不對? 然後呢,半徑到哪裡呢? 到這邊的四分點 這邊有個四分點 有沒有? 四分點點一下 好,這樣子完成 把這個跟這個 拿掉 然後呢,再做一個標註 好,這一題就完成了 好,所以這一題呢 最重要的就是 你 這個三角形的話 很簡單吧 然後 比較難的應該是 就相切相切相切 相切就可以了 那再配合一個環形正列 就完成這一題 好,這一題的話呢 我想你們試試看 把畫面還給各位